现在我宣布广东省朝上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2015年国学与生命科学讲座正式开始 我代表广东省朝上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对于在座各位嘉宾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冲心的感谢 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海银静默和尚上座 各位领导各位主办的当委的朋友们 还有各位逆营的现场的嘉宾菩萨们大家好 两岸之间用语可能有点不同 我来这里听大家讲说 大家晚上好你们好 我们台湾是讲大家好 所以用语上可能有点不太习惯 希望大家多包容 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大学之道 大学是我们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人生的基本教材 我们通常讲的比较认识的是论语 论语使用很广 他是孔子跟他的学生之间谈话的记录 那么大学呢 是孔子自己整理的真正的一本著作 一本著作开中明义第一页 他就提到大学之道 再明明得 再清明 再止于之善 这三句话很简单 大学啊 大学啊 它的意思不是今天大家所讲的大学 它是人生的学问 真有活到老啊 必须学到老 我们现在所学的啊 在中国传统的定义里通通叫小学 你所有在学校里头所学的都是小学 小学指的就是知识 知识的这个东西啊 你下辈子啊 就全部归零 就像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里面的资料一样 你要换你不来啊 就全部都没了 大学里面的东西啊 那下辈子啊 它会重新再重新 旧有的跟现在新的是一致的 就是说你换的电脑 它基本的盘内还在那里 它不会因为你改换人生 它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部分啊 是你当今所有学习小学的人啊 他体会不到的 他体会不到的 但是你知道啊 爱梦四号五号六号 你为什么要换呢 这就可以证明 我们的生命品质提升是有需要的 你要从爱梦四号提升到五号 提升到六号 这个是大学 那么那个内容里头需要哪些东西 你要一直加进去的 那个部分就叫小学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 你在学校里或任何场合 包括EMBA里面所学的 通通都是小学 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啊 小学学的就是左脑的知识 左脑的知识 右脑的部分啊 是大学里面的东西 大家知道啊 左脑是理性 思维 逻辑 那么今天大家 在社会上所学的 都偏向左脑 而右脑没有了 我在讲习的过程里 会举一些例子啊 给各位做参考 假如讲到你的话 纯属巧合 不要以为我在说你 我没有说你 我不讲个人 我只讲社会的一种通力 你是不是讲到你啊 你就参考就好了 有位成功的企业家 弄了一套佛堂 建议茶的佛茶弄得很漂亮 花费不少 又跟着流行 各种紫砂谷都有 然后高级城乡也下去 朋友们也坐 很高兴啊 那氛围也很好啊 香烟就拿起来 大家抽烟吧 我跟你讲 整个都破坏掉了 他有要追求 灵性的东西 这是什么 用脑 他有在追求 他有经济能力 可以布置得很好 可是他左脑的习惯 就把香烟拿出来 我不知道各位 不要跟着我 我只是讲出实际的例子 确实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他想要追求 他知道右脑 他完全空白 完全空白 家里有可能 买一张很名贵的画 或者字画 挂在那边 很高兴啊 大概炫耀个几天以后啊 各种 各种 其他的东西啊 他会把它堆上去 把它遮起来 那也同样的 他买个名画 没有错 要填补他 要填补他 右脑的空虚 可是你生活中 杂质 左脑的东西又把它堆满了 就把它遮掉了 可见我们 左脑 是要恐怖的 很恐怖的 那各位 在社会上 你有很大的成就 你知道你还在追求什么吗 运用左脑的思维啊 你是所向无敌 你才会成功 可是内心始终有个空虚 你不知道在追什么 你也不知道你欠缺什么 有一股无名的恐惧 可是你会说没有 我没有恐惧 因为社会上 我们展现的 就是这一份亮丽的成绩 你不可能有什么 在别人面前 更不可能我说什么 家里 子女 有没有想过你的家 要怎么持续下去 家风 家教 家训 家道 什么传承啊 我们 潮州朋友在世界各地啊 遇到很多 大家有一股传承在 我是潮州人 潮州人 潮州人 很引以致豪 为什么 我们互相 有个伟大的文化传承在 但是那个文化传承是什么 你已经讲不清楚了 他就是每一个家庭里头的 家风 这几千年来 我们也是传承不断的东西在 在 那个家风是什么 很简单讲就是这三句话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虞之善 这套制度啊 是文王时代跟周空啊 他们努力 建立的 到现在 三千多年了 这一道做成结论传下来 已经有三千多年了 在这之前是花多少个时间 结论下来呢 最少有四千年 我们讲起来是七千年 有记录的时间我们叫五千年 所以说中华民族文化有五千年历史 其实很多地方都写七千年了 那不管五千年也好 三千年也好 不讲七千年了 现在全世界 哪个民族的历史可以跟我完毕 那么你知道怎么维持这个历史这么长吗 就是这一套 这套文化 中国人始终在追求的 民德 亲民 跟子余至善 我们还没到达子余至善 尤其这两百年来 我们破碎的国家 跟民族 我们的自信心 我们的自尊 自尊心完全丧失了 这几十年来有点恢复了 不过好像也恢复过头了 是不错 是不错 也应该扬眉土气的 可是真正的东西呢 我们有没有认识到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做明明德 什么叫做明明德 什么叫亲民 什么叫做子余至善 这个是我们要去探讨 身为一个中国人 对于我们这一套文化 想要不了解的话 你说我们要去跟人家炫耀 什么 我们五千年的历史 不是五千年历史这几个字啊 是它的内涵 就这三个东西 那这三个东西 它从最后面这个子余至善讲起 它说啊 这经文里头它将讲 子余至善 知直 就是这个直 子余至善 而后有定 你必须知直 而后有定 我们这个单位啊 叫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各位知道啊 文化范围很广 在中国人来讲六亿都算 诗 书 琴 义 都算在里面啊 就算琴 这乐器来讲啊 你要哪一种乐器 你要定一个 这个叫知智 那我指余至善 我要学一个奥古 或者古琴 或者古真 你要学琴 你要学真 就学一样 我要书法就书法 我要绘画就绘画 国画里头 你要人物画 还是花鸟画 还是山水画 你定一个 你不要十八般武艺 那拿出来啊 都差不多差不多 那就完了 所以你要指 为什么要指 因为你要子余至善啊 你要选定一个 然后追求子余至善 选定那一个 你就定 知子而后有定 那这个是人类非常重要的 文明里头的DNA 跟各位讲 定 静 安 律 德 这五个字啊 是我们文化传承里啊 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 同时以后啊 几乎失传了 失传了 这个定静 安律 德啊 其实啊 在后面这个地方讲 物有文貌 事有宗实 知所先后 折尽道矣 他这里也就 大原者讲出来了 大原者讲出来了 那么我们 这东西不是知道就好 是你要去做道才算 想谁也会讲 不要话比较啊 不要话比较啊 发脾气哦 发脾气对身体不好 你都不知道 脾气发起来多爽呢 对不对 对 火松功德林啊 发脾气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有没有人在发脾气的时候 突然中止啊 大家会老重学 你都知道发脾气不好 可是你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做不到 你知道 但是你做不到 而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 不是知道 是要做到 这个做到叫做力行 叫做实践 这个东西是我们民主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项因素 你在做的时候不见得止于至善 但是在做的时候你要去改进 改进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是什么 是这个地方讲的 这里叫亲民 亲民后面的定义啊 他就讲得很清楚 他叫做拱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做心民 其实这四句啊 在前世的是明明德 亲民的意思啊 是要与大众相处 大众相处是一种动力 一种动力 与大众相处不是欺骗众生 不是伤害众生 不是掠夺众生 是要服务众生 服务 在服务的时候 让你的德啊 越来越清楚 叫明明德 这个时候你的德就會日心又心 所以亲民是一个动力 那你能够亲民 就像加油一样 游一直加 然后明明德啊 你就口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做心民 这个时候 你才能到达子余至善 各位留意到 这里头的理论结构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它是用定静安律德来做 透过定静安律德而完成的 所以这一整套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 不是想象逻辑 我们的逻辑是左脑想象的 它这是右脑的实践 告诉你实践的步骤 实践的方法 几千年来 几千年来 我们民主就实践做这件事 所以你会说我们都没有进步 我告诉你不是没进步 我们几千年来就已经到达非常高的水平了 只是因为自大 封闭了 那别人用小学的方法敲过我们的大门 我们都还没感觉到 这是我们拥有的一个警觉 因为这里头有讲到日心又心 你不日心又心你就会封闭自己 所以我们明朝以后自己封闭了 我们民主是很可爱的 正和下西洋是世界最大的舰队 所以到现在人类还没有那么大的舰队 我们那时候的航母上面可以种菜 现在的航母上面不能种菜 还种稻子 然后走到经过印度亚到非洲 那时候我们没有掠夺过一个一寸土地 说哪块土地是我们的 有没有 没有 只有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有个三包榜 有没有 那是当时在那边休息跟补给的地方 所以很多当时的部队在那边处长 也没有说它是我们的 我们没有什么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岛 有没有 也没有什么王子港王子岛都没有 只有那一个地方是中途站 因为每一次下西洋的时候都在那边休息跟补给的 所以有一些船民跟一些军队留在那里 这为什么这民主是爱和平的 当时永乐大帝为什么会派政和下去 这个动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但至少先扬国威做到了 但我们并没有去侵略 也没有去占有 也没有发展出殖民地的思想来 有没有 这个国家的和平 这个民主的和平心态 在这个地方展现无语 因为我们在进行的是一个 民德 亲民跟主义至善的一种人生观 一种人生观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民主整个民主是一再的在反思 后来到明朝印中就把这些船全毁了 自己毁了不是被打掉的 是自己拿掉的 然后就不再下西洋了 所以剩下就这什么几个港口 泉州啊 广州啊 对外有来往 对外有来往 其他不准来往的 对 这个是我们民主在到这个时候已经到达 几乎到达止于至善 各位可能不了解 大家可能以为 元朝的国土是世界最大的 蒙古人的国土 蒙古人的国土其实不大 真正大的 是永乐大地的版图最大 他五次出征啊 把蒙古人赶走以后啊 蒙古政权拿款 他的疆域是从北极一直到赤高南方 你要留意到北极哦 一直到赤高南方 应该来讲假如要统计 我在雪梨见到一块 十六世纪的墓碑 那他们看不到中文啊 就进大楼的时候扶在墙上 你看到十六世纪的时候 中国人就已经埋葬在雪梨地区 明朝成立的时候是十四世纪 到十五世纪有没有大地 你看十六世纪他就在那边啊 埋葬在那里 我们多久就已经到雪梨去了 有没有说那是双国的领土啊 没有 为什么 他的版图将于才大 所以到现在 南海还是中国领土 曾母岸还是中国领土 为什么 那就是从永乐大帝开始传下来 我们不谈那些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我们民主的大学 所以我们只要讲大学之道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小学 你现在在学校里头读的 都是小学知识 竞争 你在怎么读EMBA也是竞争 他不是讲人的修养问题 他不在于把我们的生命品质 做upgrade 我们只是在左脑这边做upgrade 那个东西啊下辈子都喜欢了 那你必须在右脑这边做upgrade 升级要在右脑升级 不是在左脑升级 左脑你一直用的话 你会发现我会痴呆 我不是说你啊 你痴呆跟我无关啊 你一直左脑一直灌输 一直记忆一直记忆啊 你会负担不重 所以西方科学家有发现这个问题 你不要负担那么重 你要多休息要怎么样 有没有 要怎么休息 你看啊西方人讲的 你要休息就要度假 对不对 不然就要运动 西方的运动 每天大概要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运动 他说这样才够 为什么他要把右脑细胞的负担给解除掉 我可以讲成果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的成果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我们真正可以清除脑内的这些负能量 大脑里头有很多负能量 它产生一种废弃 你要怎么清除 这个只有禅堂里面才能做得到 禅堂不是叫你坐在那里清除 那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禅宗的祖师们啊 他们创造了一个叫做清理工程 他能够帮你把脑内的废气给除掉 把体内的杂质给除掉 就在忽必烈进入中国的时候 引进了八十八的修法 就把中国禅宗给毁了 中国禅宗在宋朝的时候 成就者超过一万个禅师的成就 原朝以后就没了 到明朝就没了 为什么到明朝没了 因为成东的修法失传啊 已经都转入皇庙里头 去学八十八的秘法 中国成东就这样失传 有一些大德很认真地在学 听所有的语录跟记录里头所知道 尽量去学 成就者没有几个 没有几个 所以我们要想真正运用禅宗的 行法来清理我们心理上 心理上的那些压抑扭曲 无名的恐惧 那你就进禅宗 床心来过 当然你要找到正确的禅宗 我们能够帮你做到 但不见得别人能够做到 因为我们有那个能力 有这一套完整的传承存在 关键在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要跟各位谈的就是 在大学的教育跟训练里头 他本身有这个东西 所以就讲到定静安律德 那么这个地方他提出来 欲明明得于天下者先至其果 他这里讲天下先至其果 欲至其果先其家 要其家先修身 要修身先正心 要正心先诚意 要诚意先自知 要自知再格物 好 现在问题在这里 格物自知怎么进行 那我们真正失传的是 格物自知正心诚意 这一套失传 修身其家自果平天下这一套 猴子帮我们保留得很好 可是修身其家这一套 我们现在正在破坏 你要想了解格物自知正心诚意的话 那进禅堂来我们再教你 我们从这个地方进行的 不是拿着谱团坐在角落里就叫禅堂了 不是啦 他从这个定静安律德开始 我们教的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现在我跟各位讲的 我们不讲那个部分 那个要求是比较多 你只要内心真的感受到 有那股无敏的逼迫 不知道为什么想要了解的话 那再进禅堂来讲 否则你现在要了解的 应该是修身其家这个问题 大概很少人去留意到 修身其家的重要性 大学真的要讲的是 格物自知正心诚意 修身其家是他的用 他的本体是在格制承证 要讲格制承证修好 就要从定静安律德下手 这一套我们就暂时不讲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 现在要跟各位谈的是 修身其家这两个部分 修身其家应该来讲大家都懂 做人应该怎么做啊 但是啊 做人应该怎么做 大概你不知道怎么做 这里头牵涉到为人处事 今天我们提一个问题 各位在社会上都已经有相当的成就 你大概会发现 我们禁用的年轻人当中啊 有绝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做事的 为人处事啊 处事有问题 不是专业有问题 是一般的为人处事有问题 也就是我们讲的 撒扫应对进退 这里出问题 专业的没有问题 因为小学嘛 你假如专业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不能任用啊 对不对 那你所任用的一定专业没有问题 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 一般的 你在家里应该要学会的 这些撒扫应对进退 但是这些他不会 那么他也认为 我到你这个单位来工作 我只做专业的事 其他我不管 这个时候你发现啊 他跟人相处就有问题了 因为处事啊 是中流程 整个处事的流程 所以现在我们就倒过来 有很多在职训练 为什么要在职训练 你会发现 在职训练里面所训练的 都不是专业的问题 我们里面一定有很多IT工程师 有没有在职训练 在训练IT怎么做 没有啊 那么他在训练的是什么 是你生活中应该要注意的 为人主事 那就完了 那些应该是 蒙学教育 同蒙教育 小孩子六七岁开始 到十二岁之间要教的 同蒙 我们叫启蒙教育 其实六七岁开始教都来不及 三四岁就要教了 三四岁教什么 你可能认为小孩子无所谓 爸爸回来了 叫那小孩子拿拖鞋给爸爸穿 你去注意看看 那小孩子拖鞋拿小孩子 拿给爸爸的 他会从鞋柜拿出来 然后就用丢的 好 这就是问题了 假如妈妈跟爸爸在这时候 不教他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永远处事 就是这个样子 他拿起来就丢 我做了 你就拿给爸爸我就拿了 然后大家 又跟他给他一个错误的观念 好乖好乖 他就永远在这地方 然后你不知道这孩子发生什么事 这个时候你要教他不是 脱鞋要拿到爸爸的眼前 放在那里 你不会叫他帮爸爸脱鞋子 三四岁孩子不会脱鞋子 爸爸鞋子脱下来 要叫他把鞋子再拿回去放 放在鞋柜里 这一个叫精密 你要知道 对三四岁的小孩来讲 这是很精密的家教 你要是会做 这样子才叫做完整的处事流程的话 再给他赞美 各位你听懂吗 鼓励一下 我感觉你好像听不懂我 这种家教是非常重要的 吃饭也是一样 不要他吃饱你就跟他说好 吃饱我算 碗里要吃干净 一粒都不能剩 然后吃完筷子要白完 三四岁的孩子不会洗碗 这个时候叫他洗碗 那你就交过头了 他会讨厌你 你要这样做好 好 碗放好 筷子要放好 筷子要放好 你要放横的 放直的都不要紧 要叫他放好 不能乱丢 好 这样子乖孩子 他就定义是这样子是乖孩子 他吃饱饱一丢就跑去玩 那你就说乖孩子 那他永远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家教 家教从这里来 到四五岁五六岁 那你要给他才慢慢增加 那你会很自然的发现 到十一二岁的时候 他就可以洗碗了 他会跟父母交融 不会有叛逆的状况 你假如这个地方都不交 到港大你会发现 怎么这样怎么那样 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这个要做 他已经黏不起来了 黏不起来了 同样的 到了八九岁以后 那你要教他 自己要折衣服 妈妈帮你洗衣服出来 那你自己要怎么折 这个就是家教 这个重视什么 处事的流程 你说晚上衣服 晚上就要穿得不用折了 是 吃也不用折 谁叫你折 垃圾桶捡起来也可以再穿 为什么要洗 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这是一个处事流程的训练 这个处事流程他会做好的话 他到社会上 领导会喜欢他 你要留意到 领导喜欢他 同事喜欢他 他在职场上 没有障碍 加上他的专业 他会比别人强 不是他的专业能力比别人强 而是他总体成绩比别人强 我们常听到很多 很多年轻人 他就会撒嬌 他长得漂亮 所以他升得快 是吗 我们也当过国际 我们也当过领导 我们看得很清楚 专业领域的成绩啊 平分的话 高低相差不会超过十分 因为超过十分的话 不然就降一级 不然就升一级嘛 对不对 专业领域就这样 就是跟你在学校的成绩一样 二年级 三年级很清楚啊 所以你的专业能力在哪里 其实这个 你说你比他强 也不过强个五分而已 他再差也不过差个五分而已 因为在十分之内是容许的嘛 但是你要知道 他在为人处事上面 得到人家的认可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 他也有大概75到85分的成绩 你的专业领域 大概也是75到85分 就算给你85啊 他就比较差75啦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为人处事的部分啊 人品啊 就我们一般讲的人品啊 是 也是75到85 但是呢 你就跟领导合不来 领导一打成绩呢 是50分 不可能给你留分啊 不过对你印象是恶劣你大概就是60分以下 好了 这两个加起来除以二啊 那谁要生谁啊 你专业是比他多十分没有错 但是你为人处事是不及格的 那他可能就是85 你一个85他75 然后他一个85你60 或多50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 谁要生谁 这是很客观的东西 非常客观 可是年轻人不这样想 人家一升官他就吃醋 他撒娇了 他长得漂亮了 是吗 不是 就是为人处事的部分 那各位要留意到 为人处事影响到他在事业上一辈子的发展 一辈子的发展 那他可能说那我不要在大单位里 我自己去混合不可以 可以 那你永远就那么想 那你都有福报 当你一个人为人处事一再出问题的时候 你出去自己做你也出问题 因为你就是为人处事失败 博士专业努力失败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这个叫大学 你要尽形受一辈子都要学的 为人处事 你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是这东西出来 你要买东西也是一样 你的态度 让对方很欢喜 人家卖东西给你也是很欢喜的卖给你 要不然你就只好到大卖场去买了 自己挑一挑顺帐 那卡片给你刷一下签字 你就跟机器人一样过日子了 你是没有血性没有人性的人生 那这种人他内心一定空虚 一定空虚 他没有温暖 你去买东西也会跟收货员讲两句嘛 对不对 那是一种温馨的感觉跟满足 可是你现在变成一个机器人跟机器人来往 因为你没有人性的交流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要不要留意到修身 从同盟就要开始教了 三四岁就要开始了 你这个孩子交好以后啊 长大不会有问题的 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好沟通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啊 腐败 真的腐败在其家上面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家 你的家要不要传下去 传家 传家不是金银保育传家 传家就是夹交够夹到夹去 这些东西要传下去 请问你孩子长大以后怎么办 要不要结婚 现在我们从儿子的历程来看 儿子要逃过老婆来 你也弄清楚啊 这是一个外人 从另外一个世界要踏进我们的世界来 他要做什么 现在你会发现哦 喜欢就好 我跟你讲 喜欢那就不好 到底你是把儿子嫁出去 还是把媳妇讨进来 弄清楚啊 假如媳妇要过门到我们家来 我相信这跟各位都有关系 你的家风怎么传下去 所以他要进来的时候 他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家道家风 家训家教 那请问现在 包括你自己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了解到这些 现在你要讨儿媳妇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告诉你未来的媳妇 你的家教你的家道你的家风你的家训 那你怎么可以说你们两个喜欢就好 这没办法 所以我们通常讲 你交你朋友 我不会管你 你谈恋爱我也不会管你 但是你想要跟他结婚的时候 对不起管到底 一定管到底 因为我们列祖列宗要由他来接受 他逢年过节要拜拜 他说 老娘不干 那你列祖列宗 丢到台湾爱家是吗 我请问你 你这个要怎么思考 你是不是要先讲清楚 各位 你要了解到 我们家里在拜拜 是不是有我们一套船存在 对不对 你要准备什么去拜 你要怎么办 是不是你家里有教堂 他想说我不愿意 老娘不干这些 老娘要信基督去了 那你怎么办 所以这一套你一定要交 不然你怎么起家你说 两个结婚生孩子就起家吗 那不是啊 那常常难怪会有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的时候 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 联合欺负我们的孩子 每个人都不知道结婚几次啊 那一个家族成就是联合国 那这怎么办 那还有什么家家家吗 他们的历史不过两百年到三百年 他还没有办法形成 对家族传承的这种认识 所以他没有伦理 他说我们的伦理制度 是不对的 是落伍的 是吗 我们用了几千年 哪有落伍啊 你成几百年你是什么进步啊 你只是一个小学 昌盛而已啊 叫我们要现代化 现在我们现代化他在怕什么 为什么怕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没有修身齐家自我平天下的概念 他们的社会是以掠夺而成立的 掠夺 我讲掠夺 比较保守一点啊 是从侵略跟抢国来的 你去留意看看 从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竞争 到西班牙成为无敌舰队 现在你只要到巴塞隆那去看 他们那个城市是多么优美啊 我告诉你 建立在一个条约上面 郭伦布跟麦哲伦啊 都跟伊伊 不是伊伊莎白拉 伊莎贝拉女王 西班牙女王前后约 你去 凝土是我的 财富可以给你 人民是我的 有矿的话 百分之八十是我的 你知道吗 是这样子一直掠夺 所以黑人根本就是财产不是人 为什么美国发生南北战争 就是要把黑人当做人 还是当做财产 关键就在这里了 一再的掠夺 从国外本来是在国内掠夺 所以他们欧洲在当时 为什么会产生共产思想 就是他在里面一直掠夺 所以同工 女工 奴工 非常可怕 所以他们才提出福利制度 后来提出共产制度 就是老百姓应该要平等 才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问题产生 那么现在一直改革以后呢 他没有这个国内的问题了 变成像国外掠夺回来用 是这样来的 到现在还在掠夺啊 那我们不管那些 当他这种掠夺观念 升职于他民主当中的时候 这问题就来了 他跟国外一定一直起冲突 本来是国内冲突嘛 现在转移变成国外冲突啊 所以当时笑我们贫穷落后 现在我们也很贫穷很落后 要我们改革开放 现代化 那我们一现代化以后 他们就紧张了 他把中国的拳头打过来啊 所以中国威胁论就成神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欺负人家的基因 他以为我们也会欺负他 我们跟他讲说 我们是和平主义者 我们不会欺负你 我们这耳下西洋都没有 站立快土地回来啊 对不对 也没有掠夺什么产品回来啊 我们只是带很多东西去 去跟人家分享而已啊 把中国文明送出去而已 没有说从那边掠夺什么资源回来 你知道吗 美国为什么独立啊 当时为了什么 茶叶的印花税问题 当时的独立你知道吗 凡是一个人能够抱起来 以上的木头通通要运回英国去 美国当地要用的木头 一定要一个人抱着 以下的木头才能留在美国当地用 这不是掠夺吗 美国独立以后就可以自己用了 不用再运到英国去了 他们思想是这样来的 所以他的治国理念本身有问题 他就来自于他的修身齐家的 基本逻辑上有问题 而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不但从这里 我们从格物自知正心诚意开始 这一套中华文化的逻辑 跟这个文化的DNA里 我们没有人能够讲给西洋人听 而西洋人这些也看不懂 虽然有中文学家 当然中文也很有意思 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人的子女 是到哈佛大学 美国的哈佛大学去读中文系 你说要命不要命 中国人到那边去读中文系 到底是他们中文厉害 我们中文厉害 我跟你讲 这一套理论他讲不清楚了 所以我跟你讲 那个修身齐家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当然他的前途前面那半段 隔制城镇那半段 你想要了解 那你是必须要修习 但是修身齐家这个东西 是你基本的东西 从同盟教育开始 中国人非常重视同盟教育 家教 然后齐家就特别重视家庭 组成的那个结构 我们为什么对于婚姻制度那么重视 你现在要谈自由恋爱 离婚率那么高 我跟你讲 根本就不对 自由恋爱可以去恋爱 结婚绝对不是自由恋爱的产物 所以他们的结果就是 自由恋爱是很灿烂的 结婚是恋爱的坟场 为什么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场呢 因为你是一派天真哪是真的爱情 结婚一定要回归到我们家庭的传承里面来 一定要回到这里来 你一定要看清楚 一个女孩子 这个张家李家陈家的饭碗 我就承担她家庭的传承 上面的地主列宗下面的万类子孙就看你啊 每一个妈妈都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这个家族啊 不会衰落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为什么我们在那层层那么好 就在于这一点母亲的地位 非常崇高又神圣 你看一个女孩子从别人的家庭里 把人家挖回我们家来 然后要承担我们家这么重的责任 所以我们对媳妇是非常尊重的 因为她承担我们的家 又要帮我们吃几只小猪 对吧 要传承下一代嘛 那她要来教育我们的子女啊 那你能够不尊重她吗 你不要看我们那电影啊 小说写很多恶婆婆啊 没有那回事啦 不是说没有啦 讲这句话是不对的 一定会有 传统里这么大的族群里 你恶婆婆怎么会没有呢 恶媳妇也有啊 那我们不能以那少数的状况 否认我们整个的社会制度完了 我们这个制度是维系着我们几千年 让这个民主越来越壮大 越来越壮大 这个制度是非常良好的制度 我们为什么要否认它 为什么要接受自由恋爱呢 自由恋爱可以 恋爱可以 我们不反对 可是结婚这件事情是齐家的工作 你要留意千万留意这一点 不要说我们两个被炎啊 就到法院去结婚啊 我不反对 因为法律规定嘛 结婚里面就成立了 但是结婚的实质意义 是要建立一个幸福健康美好的家庭 同时要传承我们的家庭 你必须要有这种认知 这是齐家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只要没有的话 你两个人在一起啊 再怎么奋斗啊 假的啦 我跟你讲假的啦 你事业交给谁 要不要交给你的子女 现在你就发生一个问题了 子女不听话 不理你 为什么 因为你没教教啊 你奋斗了啦半天 你就不要死 你死的财产本来就应该赔我的 话你完了 你连一点理想跟寄托都没有办法给他 然后老了以后呢还要去弃老婆 弃老婆是吧 把老人老年人啊 背到山上去丢掉 那你们自己自生自滅 现在这个弃老婆的名字啊 没有啦 他有一个很美很美的 叫羊老院 你以为 羊老院是你儿子孝顺你的啊 是你的遗产的啊 给你的啦 那你想想看 你人生混沌到最后哪里去啊 你要留意到 人性的尊严啊 建立在你的家教上面 你家教不好 家风不好 告诉你 你老了一点尊严都没有 所以你现在就会再计算 我财产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你要有家教根本就不用去思考这些 你的孩子就会继承你的 把你弄得很好 不会把你整齿 你放心啊 但是你不要 不把家教弄好 修身齐佳不把它弄好 那你不用担心啊 你到最后最好去留捐啊 对不对 财产啊 奋斗了 证明我成功了 全部捐给社会了 把他捐给谁 不能给我啊 我怎么能帮我气死了 对不对 关键在哪里 修身齐佳 各位你不要以为那是老掉牙的老古董啊 是你妾身上的问题 我们老祖先是几百代人 几千年下来 在这个地方这样子 这块大地上这样生活 看到看西 看来看去 只有这套制度才能够 维系我们家族 维系我们国家民主的命脉跟传材 各位 你认为呢 这个跟学佛有没有关系啊 你要学佛基础就在这里 只要基础没有那么好 你学佛的都什么呢 家暴 被暴 对不对 在家里天天比里比较 我都打了 没地方躲 躲到佛祖这边来加沙一匹 那是来寻求救济的 那还什么 行菩萨道谎度众生啊 见鬼啊 你都欠人家度人来度人家 所以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生命科学的核心 你假如生命科学要深化 那就要格子成正 定清安律德那边 那至少你在生活中的生命科学啊 那总可以吧 修身齐家 比如讲治国平天下 你只要能够齐家 你就可以治国 因为你关键就看在这个地方 从小孩子两三岁三四岁开始 你要注意到 他的生活行为等等 要从他的处事上面着手 穿衣服要怎么穿 衣服脱下来要怎么脱 脱到放到洗衣楼子里面去 这个就要交好 妈妈洗衣服洗好了 要折衣服的时候 小孩子要来看 跟着折 跟着去 现在 双心 爸爸妈妈都去工作 好了 孩子谁带 因为没有人去注意到他 生活中的性结跟成长问题 你长大以后你讲话他怎么会听啊 他才不理你呢 他听什么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 你说 老爷赚这么多钱给你吃这么好 哪里亏欠你啊 他还跟你讲 人生真无聊 你到底是脑壶坏去啊 不然是怎么搞的 就是你给他的物质生活已经太超过了 你必须在生活中锻炼他 所以我们青少女教育 有一个叫成人理的教育啊 成人理不是你讲的啊 戴个帽子 若贯之理嘛 他就证明你成年了 见鬼啊 你给他那个动作 那个礼仪 有跟没有一样 要怎么样 常观训练 激发 把他过去体验杂质全部清掉 心性全部改过来 各位 因为你长期以来身体里 里头累积了很多的杂质 脑壳里面很多的废弃 所以成天啊 昏成无精打采 要拼命的时候精神就来 那斗争结束啊 就累得要死了 修行很普通 因为 颅腔里面永远是干净的 胸腔里面也干净的 你现在想想看你的八卦 胸腔背腔 有没有 支援很紧 啊 怎么啦 检查 没病 这种病要检查得出来 人类的科技文明 大概还要在发展一千年 才会检查得出来 不然你会发现 这里酸痠里痛 啊 检查都没病 永远没病 现在科技查不到 因为是你的生活习惯不对 因为左脑用得过多 这里就会 啊 啊 有没有 有 因为我跟你一样走过这一段人生啊 你又怎么样把这个彻底克服掉 这是你的关键 你说啊 迷信啊 谁跟你迷信 你才迷信啊 明明就身体不好 啊 要教你说 没有免除那个痛苦的屁股 你就要那迷信啊 那你就继续痛苦啊 你想想看 吃得比以前好 用得比以前好 对不对 为什么仓老得特别坏 寿命没比以前的人长 你说平均有 平均啊 平均啊 平均年底是比以前长的 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喔 带领病 带着病 多远残喘的命有多少 这个没有人去统计啊 本来该死啊 没死啊 一直拖着没死啊 大概拖十年以上 你才会发现所有的医院病床都不够用 那些人假如早死的话 住棺材去住坟墓的话 病床绝对空下来 现在想办法用医药用各种东西 把你撑着死 你死不掉的就是站着病床 而且家庭也还有长照病人 长期需要照顾的病人 有没有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不是寿命延长 没有延长 我们是把生病的病体延长而已啊 有没有看清楚 我们是方外人 我不在方面喔 我不在红尘里头混啊 但是我看红尘里面的事情 你们就看清楚 是不是真正寿命延长啊 你只是把要死亡的期限往后延了而已啊 你是病体啊 该死的时候不给他死 然后一直把他拖着 再拖个十几年嘛 我跟你讲 我不是说给他早死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不要误会喔 是你家里的业障 家里的业障 你就把他们尽量往后延吧 反正他健康的时候赚了很多钱 现在倒下去了 你就统统把他花在他身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已经是社会上真正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讲老人问题是我们社会上的重要问题 不是的 生病在狗眼残喘 而没有办法死的 这个问题才是我们社会上的严重问题 老人有什么问题 老人要是能吃 能跑 能吃啊 不要人家喂啊 能够到处跑都不是问题 对不对 他问题就是不能吃 也动不了 那你就麻烦了 躺在床上 你要有个人盯着他 要是不躺在床上做的问题 又要有个人推着他 你看这些人啊 才是我们社会的问题 所以要跟各位谈的是 人性的尊严啊 来自于我们的家教 很多人说 人家老人照顾的问题不错 西洋人啊 然后养老院很不错 各位讲啊 西洋人养老院很不错 他们有一个社会背景 就孩子到18岁以后啊 家里啊 就不给孩子啊 任何的支持 要他独立 要读大学啊 自己去带班 毕业以后去工作啊 工作工资啊 再还银行 所以爸爸妈妈老了 那当然把你送养老院 你放心 因为你18岁以后就不理他 对不对 那18岁以前 法律规定你必须照顾他 所以没有亲情关系 只有法律关系 告诉你啊 这种法不是法 这是伤害人性的制度 伤害人性的制度 所以他把老人家送到养老院 是很当然的事 我跟各位讲 你绝对不可能接受这种观念 你把它养到三四十 对不对 因为他的儿子你也帮他带 你要带孙子啊 到底是孙子溜爷爷 还是爷爷溜孙子 不知道啊 你看你把他照顾了几十年 然后叫你去住养老院 你会甘心我跟你拿赌啦 你绝不甘心啊 不过中国人有一个理想 这家族啊要知反你业貌 不然我问各位 你知道到底在奋斗什么 你奋斗的成功是为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修身齐家的制度 你要不要维护好 你要不要教导你的子女看清楚 你接不接我的事业无所谓 对不对 家产你要不要无所谓 但是你的家总要弄下去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家的观念 不是只有中华民富有 我们美国有个道场 那个地点是一个高级的生活区 那个餐厅里头我们去吃饭 都是一家三待在一起 因为我们那个区块有两万五千亩地 都是退休的 英国后裔的人住的 那么他们来子女来子孙来 就带到那餐厅 因为那个地方那个town里面 只有一家餐厅 从十点开始到晚上十点 十二个钟头都加盆满座 是我们在西方的餐厅里头 听吃到唯一非常具有中国餐厅特色的 西方餐厅 因为它是整个家族 其乐融融 因为你知道西餐厅尤其是法国餐厅 是很宁静的 讲话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 你根本其他人听不到 但那个餐厅大家嘻嘻哈 其乐融融 谁说他们不重视家庭 是我们看好莱坞电影以后 养成的那好莱坞仔 的好莱坞文化 你才不重视家庭 他们现实的高档次的人事当中 他们非常重视家教 而且在里面经常看到那老爷啊 穿着制服还有很多姓章 我一看哪 那老要坏 请要他过去的功勋 为什么那是他的荣耀啊 他要不要荣耀 他要不要尊严 请问我们今天现代化以后 我们的民主尊严哪里去的 我们祖辈的尊严哪里去的 来自于家教 今天长辈稍微想一下 还请过去我们怎么奋斗过来 你现在心理实际上是什么东西 你要告诉你的子女 子女你现在就开始 现在这种子女大概都要算是 懂事啦 开始去想一想 未来你要奋斗的是什么 这我们两个人手牵着手 梁三伯跟朱英台是吧 我跟你讲 大难来死各知非良 你不要在那边以为你 我龙海是山王啊 那些都是犯话的 要真的话就不会离婚啊 对不对 我们在喜宴上也不会跟他说 老弟啊 留意啊 今年离婚率百分之七十啊 你觉得不会这样跟他讲吗 你也一定祝你百年好合 我间谍行生早生贵职 是吧 事实上真实的部分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这东西是真实的部分 家需要经营 这个经营的理念就是家教的共同理念 那你一定要告诉对方 我们家教可能不是很完整 但我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美好的家教 你跟我两个可以做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不会有离婚的事 不会有 因为你没有核心价值观嘛 所以撒个两次 怎么搞得每次菜都炒得这么闲 你讲不听哦 不听理由嘛 是这样吗 不是 建构我们美好的社会 从我们家开始 这个家要开始 就从这地方开始 结婚那一刻要弄清楚 同样一个女生要嫁到男生的家里去 那你要先了解她的家 有没有共同奋斗的空间 这是很重要的 以前为什么说遭罪 遭罪就是男生到女生的家来 要帮女生的家的家风要去成绩下来 谁叫遭罪嘛 那一个没有家叫没有传承的孩子 她很容易被遭罪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了 她有一个完整的家好 我去那协助那个家把它传承下来 所以男女主人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 不是说谁高谁低 夫妻之间没有高低的问题 所以中国人最有名的就是帕老婆俱乐部啊 对不对 没有打扰国俱乐部啊 只有帕老婆俱乐部啊 所以我们 我们中风传承里头是这样讲的 只要你要成为华人的弟子 记得一句话 太太永远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来继承我们的家风啊 他要传承我们的家风啊 他将来我们的子女 延续我们的家风啊 所以老婆永远是对的 看各位好像不太喜欢的样子啊 老爷永远要跟老爷就对了 不是 男女是平等的 本来我们中国人就非常平等 历史上女权高尚的时代常常有啊 我们大概没有做这种统计跟研究啊 最高的时候就是 就女后和高土 死后 女后丹政的时候啊 女权非常高 第二个高尚的时候啊 是武则天 她自己干脆当皇帝啊 所有唐朝的女人啊 她这下子啊 不只揚美吐气啊 吵半天啊 那时候没有学题 要不然一定都是女总统 好啊 西拉里也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中国人女权本来就是很高的 但是为什么高 因为她掌握到家庭的 就是一个重则大任 各位留意一下 家教非常重要 而且它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在事业上来讲 事业只不过一小部分而已啊 家庭的部分有远远比 事业的部分来得大 我们有事业的人当然是 日以继业的操心 这没有问题 可是绝大部分的人 一天是八小时的工作 可是家庭生活是二十四小时啊 老婆是顾家二十四小时在上班的 对不对 那先生在外面分头 八小时就回来了 搞个十二小时就很累了 那你又知道 太太在家里 二十四小时 处理这些小朋友的事啊 所以我们 齐家 非常重要 这一个基本原则 你能够掌握得好 掌握得好 治国同样的人 修身还是个人的 那看你的胆识 你的眼界 你的视野 齐家 那一套模式加过起来 那跟国家差不多 好 古代的家 跟现在的家也不太一样 现在就两个人一个家嘛 对不对 以前的家是经常是几千个人 几千个人 几百个人很多 我们台湾还有那个什么菜处 带处 一个处 处就一个屋子 现在叫一个屋子 其实是一个村庄啊 那一个家全部都是新的那个性 对不对 那你要把那个家务丢 跟治理一个地方政府差不多啊 所以各位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不是理论的问题 是实际生活中实践的问题 它很具体 你跟子女跟父母相处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想没有办法处理的好 你要修行 修行是个生命改造工程 要把凡夫的生命转化成 圣人的生命 那是非常精密的 那你这么世间红尘的标准 你都处理不好 你不可能去做那精密的生命改造工程 所以凡是进佛门 我们第一个就要求 家里圆满 要先圆满红尘世间 圆满 那你想精进学佛或修学 那再讲 假如红尘没有搞清楚 你要想追求佛教里头所讲的虐坎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所跟各位提起的部分 就是这个基础 修身齐家 你齐家的部分做好以后啊 那你就等着招贤 国家就会要命 因为你的基础好啊 你修身齐家弄不好 国家要命就很麻烦了 用一阵子就又要打老虎了 对不对 那你又是家有一个完整的家 很优良的家 你当官母不会贪污啊 绝对不会贪污嘛 你又多拿几个钱那家里怎么办 所以各位要留意到 他影响非常大 非常大 然后我要跟各位谈的是 修身一定从孩子开始 三四岁开始 当然要跟各位讲格子城镇的话 那你从结婚前的孩子教育就要开始 你就要准备啊 其家一定从结婚开始 你要进人家的家门要怎么做 那心里要有准备 我要引起人家到我家来 我要有什么心理准备 从这个立场去看 共同组织一个健康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个核心价值观要建立啊 今天你结婚的原因就是 那我们喜欢就结婚 那不合不合的时候那就离婚没关系 那你就完了 你就完了 你人生就完了 因为这样的人他没有责任 他怎么持家呢 他怎么有失业呢 想一下 各位你留意一下 你怎么为对方负责呢 夫妻是相互负责的 他的标准就是这个幸福美好的家 就是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然后修身其家 这部分跟我们最有关系 那有些人 直接拜了 还没讲 隔日城镇 我说的是我们已经失传了 孔子以后就失传了 把我们的修齐制品这套制度建立起来 那也太过强调修齐制品 所以才有亡盲之乱 东西 两汉之间啊 除了一个亡盲 就是太过于重视修齐制品 亡盲就变成为君子了 一个宰相 是虚位 因为他没有隔日城镇 而隔日城镇 这个工作什么时候才开始啊 到东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 佛教的修行方法带进来才有 而佛教在这部分带进来的时候 真正兴盛起来 是到唐朝 那么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期间啊 真正对佛教重视的 不是汉人 五胡 五胡乱法的五胡 他们对佛教非常重视 就是同心卑族 在大同云岗开早的十胡 你就可以看到 天移到洛阳来 还是以他为主 那十胡 十乐这些 通通都是胡人 他人在南方 有没有 有 有 梁五弟就是了 但是梁五弟对佛教的推崇啊 还没有北朝来的兴盛 那不管怎么样 因为天下的乱才看到这个东西 修行这个东西 所以佛教所发展出来的这一套 他不是用定经安律德来讲 也不是讲各自成正 他自己有一套系统 叫做法相跟法性 那这个部分啊 我们不在这个地方谈 有机会啊 我们再告诉你说 你的身体里头 如何把你的 那杂质给除掉 因为必须把杂质跟废弃 如念的废弃 除掉 你才会神情啊 神情啊很清爽 这一个神情很清爽 身清如燕 你才有可能 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 成天都要昏沉啊 想打喝睡啊 一天睡了十个小时 起来啊还想再睡啊 那你就完了 你说什么精修美食也没用啊 因为你没精神嘛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 今天啊 我跟各位介绍的是 大学里头所给我们的民主的DNA 就是生命科学教育 只要有机会 大家愿意进一步来探讨的话 我们有机会再谈 好吧 今天我想大概简单的 跟各位谈到这个地方 有问题 剩下时间给各位发问 你们不要客气 今天难得和海英寂寞和尚有这么一个渊源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请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看法 或者是认识 来说出来 分享出来 并请海英寂寞和尚现场施教 有哪位嘉宾有什么样的分享吗 海华师你好 今天就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来聆听您的拍视 那我呢也是做早期教育的 就是孩子从孕妇 我们就开始接触了 完了到他生命的头三年 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 主要的工作内容 那听您在讲这个家庭教育 是生命的一个人性的尊严的一个根本 所以我深有同感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真的 像我们这么多年走下来 就是印证了您刚才所说到的 这一点一滴都印证到了 所以呢我也很想在这里呢 也请教一下 如果是我们把这一套的生命的科学 您所讲的这种科学 如果更好的去应用到早期教育里面 应用到我们从一个准备做母亲的 然后呢完了他能更好的去领理自己的孩子 也给这个家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根的传承 就是想请教育有一个理想 美好 我是学经济的 经济学里有一种状况 人在 我现在记不得了 所得啊 平均所得 在多少以下 大概都是为了吃饭穿衣的 到什么时候才会重视教育啊 那是要一定的高所得以上才有 那么 假如要重视到他的怀孕 因为 就是胎教以前教育的 那 他的所得要更高 所以您在谈这个部分 意思就是社会的精灵阶段 一般的家庭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很多案例 因为我们直接遇到的就不安 有 我太太来 师父 你给我生个孩子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 要跟你先生讲 不是跟师父讲 你听得懂吗 他先生啊 是妇产科医师 他是妇产科的护理长 孩子生不出来 那怀孕两个月就流产 怀孕两个月就流产 我说你们两个都专家 妇产科嘛 专家 台湾很大的医院啊 那你都没有办法安胎 那你叫师父怎么做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 但是 我跟你讲 对我们来讲不难 你只要进禅堂来 我们教你就可以了 哎 你可能还不相信 这我跟你讲 你假认为禅堂哪个普团 在那边静坐 就会安胎啊 我跟你讲 那叫迷信 因为我们有一个前行 叫清理工程的教育 那清理工程的培训啊 就可以看出那个孩子的性格 所以无法安胎 无法助胎 就是他无法受孕的 或者受孕两个月就流产了 有可能 我们都有办法 那么 甚至于这孩子将来的性格 从妈妈在残病中 怀孕出来的状况 就可以看得到 那就更不用讲安胎的问题 那长大什么性格都知道了 所以你要谈到这个部分 这个是一个高阶所得的人 才有可能去注意的 那一般人呢 他很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西洋人讲的胎教 是那些学者教授自己想的胎教 真的胎教 我们胎教是从妈妈 在反映孩子性格上面 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的胎教 跟人家的胎教不一样 我们会告诉他回家 要怎么样饮食 不是叫他听什么音乐啊 听什么演讲啊 送什么经啊 不是那个东西 我们是从实际生活中去做知道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比较重要的问题 大概是出生以后的问题 出生以后啊 你要怎么带孩子 这个观察 因为我们都不是婴儿了 那些儿童教育 婴儿教育专家 没有办法去解读婴儿的问题 所以你在婴儿的教育上面 你只有去找 有成定功夫的禅师 才有办法做知道 所以这里头又涉及到的 也一定是社会的精英才有可能 那么你所碰到的 这些所谓禅师们 或者大于其事 是不是有这本事 那我不敢说 因为尾帽很多 不是说他性格出家人的像 他就是个大修行者 不是啊 他也是房俗啊 那么他没有怎么去变 那个能力跟条件 这是一个关键 这是一个关键 那我们一般讲的是 指三岁以后 才能做教育 因为那个时候 三岁以后的小孩子 他才生命出生 从娘胎里头出来的是身体出生 生命还没出生 先天性的生命跟着来 后天性的生命还没出生 那么后天性的生命 大概从三岁以后 他的意志能够自我控制 约束他的行为 那个时候 才叫做生命出生 真正出生成熟 要六岁 也就是这个孩子 会去告诉他的朋友 说我爸妈说 我妈妈说 回到家里来 会说老师说老师说 那个时候就是 他的生命出生开始了 那在这之前 他是没有概念的 没有概念 那你要讲那 英雅教育 大概是三岁之间的教育 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 一个小细节上 你都要关怀到 孩子不是用语言 跟他沟通的问题 是你到底有没有在他身边 这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在孩子的身边 你把孩子给保姆去带 带一年 回来你大概要去年三年 他才会回到母亲的心 你给保姆带两年 最少你要六年才会把孩子的心 转回妈妈的心 你要是把孩子给保姆带三年 你没有发生十年 这孩子不会回心转意 就算回心转意 也不会听话 因为你们没有公司 所以保姆制度 不是很好的制度 对英雅教育来讲 绝对不好 各位您稍微冷静的想一下 我不是恐吓你 就算给爷爷奶奶带 都有问题 因为从这个地方 你就把它扭曲以后啊 它的人格性永远不会正常 永远不会正常 今天有一个 从新疆打电话过来的 他就有一个问题 没有办法突破 从小寄养在爷爷奶奶家 他一直要感人鄙息 因为他要跟舅舅阿姨那些人 的孩子住在一起 他是外人 现在 已经大学毕业了 他始终有一种恐惧感 各位 讲到这里来啊 就已经不是普通教育的问题了 这是人性的伤害问题 只有大学才能讨论 小学里不会讨论这些 那就开始讲什么 什么精神矫正 心理矫正的问题 通通交给心理的医师去啊 这些没用的 效果 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小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整个社会制度 假如你要回到修身 齐家上面来讲 许多从西方来的社会制度 全部要毁灭 全部要毁灭 提供给各位主持人 感恩海云法师 今天带给我们如此 是充满智慧 大喜充满的一个讲座 墨学受益悲浅 在这里 顶礼老法师 想请教海云法师 一个问题 墨学最近刚好的 也在读诵大学 那么也是受益匪浅 那么在其中有一段话 有一点点疑问 有一点点疑惑 我请教法师 就是其中有一段话讲到 所谓修身在正习心者 身有所奋制 则不得其政 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政 有所好要 则不得其政 有所忧患 则不得其政 那这段话呢 我也是 也是那个对我有很大启发 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 我们所谓的分制 所谓的恐惧 还有好要 还有忧患 好像是心的问题 那么大学里面 为什么说是 身有所分制 身有所恐惧 有所好要 有所忧患 我想请教法师 在大学里面 所讲的身 所讲的心 身在何处 心在何处 请法师慈悲开示 谢谢法师 这个定义上有区别 把那个 那个 麦克风 好 谢谢 好 谢谢 从第六四 到第六意识 到第六分别意识 那是各有不同的 那么按照大学来讲 这个部分啊 只能概括地讲一下 身所经历的记忆 叫做心 只能这么说 所以他上面讲 身的部分 即使就是他的记忆 也就是心的部分 那么要振心 他这里头讲到一个核心问题 是你身的经历 假如有遭受扭曲 逼迫等等 这些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小孩子 饿了在哭 你要留意到 哭这也正常的 饿了他的哭只是在叫妈妈 我肚子饿了这样而已 他不是真的哭 可是当他哭上两个钟头以后 妈妈还没出现的时候 他的恐惧就产生了 这个时候就不是妈妈 我肚子饿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 孩子在哭的时候 有一种现象 是不掉眼泪的 尿布湿了他也会哭 他只告诉你啊 我尿布湿了 我很讨厌 就赶快给我换 只是这样而已 可是 假如两个钟头 你没有跟他换的话 他就开始产生恐惧 厌恶就产生了 这个时候 他就受到迫害 因为这是切身的问题 我们的爸爸妈妈大概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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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只肚子饿 不只尿布湿啊 他恐惧已经产生了 这个时候你不会疏导他 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 要趴在爸爸和妈妈的胸口睡觉 这个只有这个东西 可以矫正 但是 现在 最可怕的就是 把你的小拳 用男子提 有没有 婴儿懒 用提的 这叫文明 这是最残忍的 人性行为 要把它抱着 要把它抱着 所以六个月以前的孩子 不能够坐一毛车 一定要抱着 不然就背着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刚离开 他本来就在妈妈肚子里很安全的 现在你给他暴露在阳光之下 然后又叫做给他独立 这是非常残忍的 所以他身体所经历的东西 他的记忆里头有 所以他有恐惧 对 那本经文讲的是这个部分 那你要弥补这个部分 只有让他贴身 贴心 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 爸爸你要特别 给孩子趴在你的胸口睡觉 那时候最好也不要包尿裤 你也不要那么绅士 一定答应带给他在这里睡 这个地方不要有距离给他黑人 让他的心跳脉搏 跟你的心跳脉搏一致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要血不会消失心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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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 刚才是高种的吧 好的 话筒递一下 中间的海云法师 今天有幸在这里聆听你的开设 很高兴 在这里我想请教 海云法师自己的一个困惑 现在社会上 几乎可以这么说 从来都没有这么看到 大家都重视这个对孩子的教育 刚才大师在讲过程里面呢 也多次提到家教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好像觉得 现在这个 大家在 对下一辈的教育这方面呢 出现一些 我自己感觉 都是重视 这个技能性的 和这个升学方面的一些考虑 所以我也有一个担忧 就是我们是不是走偏了 回想起我 像我这样的一个年纪 在年轻的时候 在小时候 爷爷辈 奶奶辈 他们 都不是这 但是我感觉 他们 都 我能够得到他们很好的那一种 礼教完美的教育 所以我想 是不是我们 这么几十年来 把这些 礼教的东西 丢掉了太多了 在这一方面 请海音师傅 有开事 谢谢 学知识技能 这一方面 包括你要给他 去学国画 也是学技术 学小学提琴 学钢琴 学跳舞等等 好像很优雅 不是真的 所以真正要学的不是这些 乃至于有人提倡读经班 有没有 现在社会很多 提倡国学教育读经班 那也是富庸风雅 它是一种反弹 但是这个 我们总不能够说读经不对嘛 对不对 学音乐不对嘛 不是 但是你只要 从小学的立场去下手的话 就不对 就不对 你应该要注意到大学的部分 很简单讲 就是为人处事这个部分 从小你就要教育 为人处事 你不要以为这西中平常的一句话 那这是大学的内容嘛 就从刚才讲的 你教他怎么样折衣服 吃完饭 晚饭要怎么摆 从这个地方开始就要教 我们不但没教 就认为你应该要会 你要知道 父母没教他 他怎么会呢 因为你从小就刚才讲的 他拿个拖鞋给爸爸 是用丢的 你认为说很好很乖 就把他教坏了 你要教他很规矩的 蹲下来 放到爸爸的脚边 然后帮爸爸的鞋子 再拿回柜子里面放好 这样才叫完成 然后随着他年龄增加 你要陪着他一起成长 这个才是重点 我们现在因为从西方 学到这些东西 他们本来就没家教 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以前我们的爷爷奶奶 她虽然没读书 可是她的前辈 她的同侪之间 她们这个都做得很好 所以她们本身的文化基础就很高 她虽然没受现代的教育不是智 可是她生命的品质很高 就像我们 你用的是十年前的手机 就是那种品质 你假如是改过来 是用现在iPhone 6 Plus的话 你的品质就那么高 虽然里面很简单 像我他们时间到 那些电信机构啊 都会自动换手机 我也用的蛮信心的 我的手机就只有两个功能 打电话接电话 但是它的品质就很好啊 照两张相相相当不错 其他我不会 有你传简讯给我 我会看简讯 我绝对不会有回简讯的 因为我不懂 但是那是品质的问题 所以爷爷奶奶虽然不懂 但是她品质很高 我们现在懂很多 我们品质很低 我们现在用的手机 大概十年前的 就是这种生命品质啊 所以我们在讲大学的意思是 生命品质要提升 技能不一定 你只要各所本分 收入低 社会地位低 但是你的生命品质 照样可以很高 我们的主辈 他们的品质都很高 他的社会地位可能很低 但是生命品质很高 这就是令我们怀念的地方 我们走错 但是要怎么办呢 政府机构 教育机构 他也很兴奋 他也很急 要怎么改变我们的教育 教育制度 教育系统要改革 他也在做 但是你在小学系统 你怎么改做小学 怎么把大学带进来呢 你遇到问题了 大学没办法考试 大学没办法算成绩 所以这个东西 还是我们要从家教来 不要坏学校 学校为了经济成长 为了社会的稳定跟建设 这个国家已经弄得很累了 我们只有从家庭教育来 从社会教育来 那整个教育系统怎么做 我相信那些大官们啊 他比我们急 我们急的是我们的孩子 他急的是全国的孩子啊 他们也很认真 他们也交否认 但是我想我们从家教 社会教育上 来推动我们所得做的 是我们要做的事 好吧 嗨师傅你好 今天有幸运听你的教育 收益良多感恩 我是做那个小学书法和美术教育的 我就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如何把我们中华的妖良文化 去裹学 绝合到我品尝 那个书法和美术的教育当中去 不是单独的教那个小孩子 怎么画画 写字单独的那个技术 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怎么从我们中华文化这些妖良传统中 教他们怎么做人 让他们去感受我们中华的美术和绘画 书法这些真正艺术的 能做到以人为本 请师傅你给我开示 谢谢 你不要鼓励他们 去比赛得奖就好 因为这样的话又变成小学教育了 你要教的是叫他怎么磨梦 要教他灑草应对进退 这是同盟教育 你既然教小孩子 那书法不是写的好写不好 同盟教育 就少少应对进退 就处事的流程 这里学好了教他回去 他帮妈妈折衣服 收碗筷不要洗碗筷 他只要还小的话 洗碗筷大概是初中以上的女生 那国小以下的话 除非家里是真的人手很不足 或者妈妈生病 那个小三小四就要洗碗了 我是小三开始煮饭 我小三的时候就一大早爬起来煮饭 煮到学校去亚伯老师滑站 作业怎么没写 我迟到了 然后要编一个理由 就妈妈生病 我换迟到了 老师就去做 刚开始不会编谎话 后来迟到都说妈妈生病 要教他做事要细心 能够细到哪里 你就看到这孩子的成就到哪里 我们看小孩子将来有没有成就 你看他小时候的做事 他维系到哪边 别人都维系到这个层次 他能维系到这个层次 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有成就 你说折职 你看看一般孩子折职 那有没有特别的 你就可以了解到他将来的成就 因为他会用心 一般人是不会用心 我们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是不会用心的 所以不要说每一个都要做好 我们要教的是普通人 做好人这样就好 不要将来成为社会的负担 这样就成功了 不是要去每一个都是 教牛顿 教艾恩斯坦 那种人都一个少一个没差啦 那种人都一个少一个没差啦 对不对 可广大的群众呢 这不要变成坏蛋 那每一个都是好蛋就好了 所以你现在所涉及的是同盟教育 同盟有专家 专家都喜欢搞理论的啊 同盟教育是实践 灑草 硬贵 进退这些 他拿一个东西给老师要怎么拿 拿东西给同学要怎么拿 你们大概有吧 餐桌上在敬酒的时候 你看看杯子都拿到地上去啦 为什么 因为领导在那里 领导又谦虚 你又比他更低 杯子弄到最后都敬到地上去啦 为什么 这就应对嘛 就文化保存着很好的 这种应对的文化 其他生活中都没了 你看看 好的 流到那边去了 真的在生活中要表现的没有 对父母亲他不会尊敬 为什么不尊敬 就是从小同盟教育没有教好 所以您现在应该在这里发挥工 好 谢谢 接下来是一个附赠礼品的环节 有请本协会顾问 上头是书法家协会主席 陈希震先生上台 附赠莫网有念 有请 可能要请陈主席来为我们讲讲 这四个是什么字 心既是佛 好 感谢陈主席 感谢法师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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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那个 海音法师 赠送给协会的 大学之道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感谢 主席请回座 非常感谢我们的张会长 也请 好 这个送 好 这个送 对 然后也 海音俱风和善也要送给协会的 也请张会长 接手 已经签好名 已经签好名 已经盖好商 很感谢 很感谢 好 感谢 好 请回座 今晚的活动也接近尾声 我们可以在会后 请教海人俱们和善也可以 然后感恩今晚 所有出席讲座的来宾 国学 是我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国会 今晚的国学讲座 让我们懂得了 一修其身子 先正其心 正所谓 修身 其家 治国 品天下 希望到场的来宾 都能体会到其中 富含的实学道理 我宣布 广东省潮善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2015年 国学与生命科学 专题讲座活动 圆满结束 谢谢大家 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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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